要不这样子吧 让我先念一念乖共存这个问题 官方的一个解释吧 如果你查找炼金术的注释 可能会得到如格良那般橙子烂雕的答案 即试图将建金属炼成黄金和其他贵金属的艺术 但我越研究炼金术的历史 越意识到这似乎并不是炼金术的本质 梦想尝试失败失败失败后 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挥作用 再尝试再失败 最后被世人抛弃 被视为神秘学 仍然相信梦想 再尝试再失败不断重复 仍然没有成功 我认为这就是炼金术 依之类宝太郎的梦想直到最后一集也没有实现 这并非是因为他不够成熟 或是节目时常不够所致 未完成的梦想 恰恰证明宝太郎已然成为一名真正的炼金术师 一直朝着那个终点前进的背影 才是他的终点 生活在信息化社会中的我们 倾向于寻求立竿见影的答案 但为什么有时不能像炼金术师一样 做永无止境的尝试 并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呢 这种失败最终可能会创造出 前无古人的CAMI story 我文雅一点的帮脱强佑总结一遍 Gachato结束后我感觉头脑空白 但是大家想一想 失败总是贯穿人生的失败 好吗 臭羊秀 臭羊秀 太秀了 我在翻译翻译 没有完成的东西才叫完全 不完全就是完全 他就完全带招呼 有没有可能开得足够好就不需要小说 他卖得足够好 最后就会说 我们已经必须要再多说什么了 大家请享受好这个故事 我是觉得他这样子终归只是小聪明 那你已经要做好被喷的准备 毕竟 乖共存的问题从头铺垫到尾 就面没有给一个 我们所接受的定论 把这个问题给逃避了 在你呈现出来的东西 观众多不满意的前提下 你说什么都是借口 是 角度我们是用来紧上千挖的 不是用来找借口的 然后就是 各位不要再去 修前藏龙那个部分了 哎 压倒性的希望 没有没有没有 是因为 创又说过 最终形态就是最强的 最强的就不会输 但是 彩虹龙不是最终形态 哦 那很厉害 所以你们不要说彩虹拉胯 他只是个过渡形态 识别也不很正常 对不起了 彩虹龙 我这样不如你了 其实彩虹龙表现 也是跟他的编排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就还是要扯掉 不回大网那个问题 但是 关于那个问题 我衍生出来 那个新的问题 你们多说中后期浪费的篇幅 我想问一下各位 即便再给 Gajador 5到6号的篇幅 他们能够把故事讲好吗 能够把伏笔回收完吗 对 如果他这个大学区 注定了这么写的话 他再给几集都没有用 对啊 没有用啊 给了十集他都写不好啊 说白了 就是从第四季度开始 他的这个铺排出了大问题 最终就呈现出来了一个 要去逃避他的核心命题的结局 据里面没有呈现出来的东西 我给各位再复述一下 首先是明黑之王这个部分 电影中登场的明黑之王 跟电视系列中登场的 三个明黑之王 其实是同一个人 闲着支持的力量 舍弃的人类的形态 合体呈叫做明黑之王的怪人 从这个地方就可以解释清楚了 绘本里面的三个小孩子 跟三位明黑之王没有关系啊 随便画的是吧 随便画的 只是想体现出来 他做了三个人而已 想吃人是不是 三人分别是 炼金术始祖热曼 炼金术始祖加利亚 神通术始祖 以及制作了最初的KMI的GIGISTOR 随后明黑之王创造了格里昂 并使议他 最终在120年前 明黑之王被称为 小只炼金术始的人 封印在了暗黑之门里头 残党格里昂加恶炼金联合 并继续推进炼金术的研究 怀抱着黄金像的理想 再之后 格里昂制造了明黑三姐妹 为了利用明黑王的力量 计划解放暗黑之门 十年前 九堂风雅组织了其野心 但经过十年后复活 说是说复活 但当年应该就是被打成了重伤而已 用了十年才恢复嘛 而且你们想想 我们养伤到吧 到现在都是 这个Beyond就证明当年 确实打了挺惨烈的 是不是 我很好奇 上的是不是妖子 刚才骂傲复营 你知道 然而 假面骑士盖塞斗再次阻止了格里昂 明黑之王透过门缝 将格里昂吃掉了 关于这段中片剧情也有提到过 这个是热曼的意识驱使的 掌握了状况的明黑之王 在门的深处 将自己分割成了三部分 首先 Giggis TOR一个人溜了出来 所以三野恶魔 他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意思 就是类似于 贝吉特 你们能理解吗 最后是关于刚刚 宝太郎跟Kaguya打电话的时候 聊了一个东西 根据设定 世界黄金化事件确实发生了 但是由于宝太郎的炼金术 事件瞬间消失 留下来的只有 没有任何证据的现实 人们无法接受这种离谱的现实 于是编造了一些逻辑上的Cover story 认为炼金术是某种神秘的力量 至于Kami和炼金术的热门话题 也由于Kami去了新地球 相关的证据也随之消失 整个事件就这样被风化了 就以宝太郎的那句话来说吧 这些大人们还真是太马虎了 太随意了 那就台词更像是自嘲 他们也知道这个问题已经处理不了了 干脆就以这样的方式带过算了 然后还有一个新地球 用户的设定 新地球位于当前地球附近的位置 但如果有这样一个巨大的质量体存在 那么地球的自转 公转 太阳系的公转平衡都会改变 这个地球并不是 盖小佐第二话中所说的 实力的乌冬面 而是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存在了 不过是不具有质量的星体 因此没有问题的 当然没有问题 我只能说 这个呈现形式很傻逼 他为了逃避问题 甚至造了一个新的地球出来 记住下来 他不断的尝试 尝试失败失败失败 失败了吗 145144之后 能够成功吗 我打个问号 好吧 然后剧里面还有没有回收 伏笔是什么东西呢 你们永远不知道 小资炼金术士到底是谁 你永远不知道 小时候的宝太郎 为什么会出现在邪回车界 我们也永远说 你永远不知道英语老师 被吹到了哪里去 救一下英语老师 哎呀很正常 青春总会有一些遗憾 好好好 我再补充一下 小周文是怎么解释 宝太郎爹地这条线的哈 我们考虑了很多 宝太郎爸爸的设定 就还是决定 不要他登场 至于不断的理由 不是很有趣的事情 还是不说了吧 也许某天会说出来 请大家尽情想象吧 太幽默了 所以说理由不是很有趣 但是你这对发言 非常的有趣 OK啊他让我静情想象嘛 我就说他爸当年搞外遇 跟小山跑了 致敬传奇编剧 井上饼树的爹地行不行 我也有 致敬编剧井上雅树子的爷爷 前中期一直有在铺他爸爸的条线 甚至在采用戈他的出来之前 还在铺店 但是第四季度直接说 不写了这条线 没了 你们想想 那这种情况下 我有可能会不去质疑 所谓的乌龟大王吗 就他认为乌龟大王是 比宝太郎的爸爸更重要的 甚至让我去脑补 他爸爸是不是跟小山跑路了 有另外一头夹了 写了写了 我不想写了 我是觉得乌龟大王没问题 到后面有问题 没有 乌龟大王只是带指 第四季度整体的问题 对我知道 你们想当初他第一集 这样的呈现方式 在致敬什么东西 或者想抄什么东西 但是就不去写这条线的 我本来还以为 TDFC的后篇会有个解释 结果没有 他洗洗嘴 切脸嘲讽一下 我不写 他说了呀 也许某天会说出来 除非B篇跟东西全版会讲 不然这件事情 我会记一辈子 聊天版有可能会在后续 上V片的时候 做一个宣传的一个噱头 就同期在TDFC上映 至于这个套路 是从哪里拿的呢 暴打脸战队 我其实有脑补点东西 就是当年明黑之王 其实造了两个人偶去实业了 但是其中一个人偶叛变 把它封印到了爱之门里面 这个人偶就是小的炼金术师 然后小的炼金术师到底是谁呢 其实就是把他们的爸爸 但凡是个正常人 都会这样子去写吧 那你为什么要拎皮吸睛呢 主要受众群众是小孩子 那我问你 假如小孩子们的声音 也是觉得不行呢 对呀 Gashot这部剧 它一开始命题的时候 已经有意的去往那些 所谓的K层观众去靠了 我们这些老东西的声音 虽然说不能够代表核心受众吧 但是难道我们就不是受众之一吗 就我们说的话都是屁话的吗 受众没回答 我先给各位念一下 TDFC完结访谈 我认为唯一有用的一个内容 就是臭洋用对于 一九这条线的理解 我一直在思考 如何描绘这两个的关系 贯穿了整整一年 不过仔细想想 一旦他们的关系达成某种终点 青春的感觉就会结束 我这里先打个问号 而且这个节目的主旨是 无谓变化勇往直前 如果把他们的结局完全展示出来 可能会失去Gashot的独特性 所以不管是下季章版 还是电视系列的最终回 虽然故事有了一个结局 但对于两岸的未来 我们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暗示 另外我非常在意的是 我不想把他们塑造成英雄与女主角 而是一号骑士和二号骑士 我更想强调这一点 他们应该是一对不可或许的伙伴 类似于Coming Light的Bildo 就他以同身战兔跟万丈龙魔来举例子了 虽然那队有时候互动过于亲密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事情可能会有所改变 但至少在目前 我觉得让他们保持在这样的关系是最好的 而且我也希望 观看了Gashot的观众们 能在记忆中长久保留保太郎和英 以及其他决策的印象 我只能说关于这点的决策 我是不认可的 Gashot中期吸引观众的其中一个点是什么呢 一九的感情线 我也忘了是哪位制片人还是编剧有说过 不要小看现在的小孩子 我真的宁愿他在这个部分多琢磨一点点 大大方方的展示恋爱元素 没有说到那种要吃便当的程度 但是你即便不吃便当 牵牵手是不是 谭戴琴说说爱 观众其实就想看这些东西 说句不好听的 他如果能够把恋爱线大大方方的展示出来 而不是当成托摩达鸡或者拿干妈的方式去处理的话 即便他共存线写成一坨屎 我相信今天的骂声都不会这么大 简单粗暴一点 我上次把我裤子都脱了 你给我看这个 很正常 青春总是有点遗憾的 这年下的也安寻吧 我对一个给我产生过正面反馈的剧 是不会太过去批评的 我的评价比你简单 因为我最开始期待的就只有雷杰多 雷杰多一走 我其他的部分已经结束了 所以这部剧它后面发展的什么样子 我都只是为了看一个任务 滴麦大王有没有话讲 这个我是云看中 好 云怎么就投降了 前面我有投看 但是40多集之后没有完整的看 能不能大胆的说出来 为什么不看 很大一个问题就是 他调动不了我的情绪 主角追寻的和凯米共存这份情感 我很理解 不可能 有点暴力了 你再用最慵懒的话语 说出最伤人的话 还有他所表达的内涵 就是最后和凯米共存这个问题 刚才听了官方的解释 非常看我难以理解 但是单看他的单元剧 还是很不错的 举例 第五回吧 摔角手那集 包括加之木的那个UFO 哦 金杜回 对 我最有印象的单元 那还是黑杠河 金火区 我印象最深应该是 买金出登场 阿宝在那个湖边 哦 这里哭那集 其实你们知道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集吗 就是行动吸血鬼那集的结尾 TTFC的完全访谈是有讲过的 当时是有两个被选方案 另外一个被选是什么样的呢 教徒嘛 齐聚在一只赖厨房里面 就是说 感觉自己做了个好梦 通过这样的形式 就体现出离共存更近的一步 但是 井上亚素子更加喜欢 本篇呈现的方式 所以就面才用了井上亚素子的方案 我只能说他的单元回是有亮点的 但是主线是一坨 你们想想 我们在周后期 看到他莫名其妙 开始走单元回的时候 我觉得 嗯 可能是有东西的 可能是有想法的 可能是有操作的 结果你妈看完 我就只想说比较暴力的五个字 这是一个完结式的东西 你不如看看家不开头会开的什么样 我从来就没有担心过 报告开的呀 相信五不止美吧 行 我把你这句话剪出来 后面拿来鞭尸行不行 可以 新的一年 希望大家还是能够一起来看剧吧 好不好 本来想到说 这个形式已经要砍掉了 但是 哎 后面想想还是算了 虽然没有流量 但是 觉得东西也感觉还是不能丢 只能说 这也多几点时间出来做吧 好吧 万一各场的这个问题就 宽恕这点主创 不要再重新了 好吧 哦